今天在堅尼地城地鐵站出發,坐的士來到芝加哥大學校舍 集合其他人之後,會上摩星嶺,看摩星嶺的軍事為止 今天我們有8個人,像一個小型的導賞團 由我們學校的學卿,由他一路沿途解釋講解 校舍後面已經見到一個砲台,但我們的起點 其實就是在校舍對面的一條斜路出發,由那裡走上去 沿著指示牌,會走到摩星嶺的青年旅舍 其實沿路上去都會見到很多遺址,甚至有些已經被樹根包住了 走過這個涼亭之後,會見到一個公廁 公廁應該是50年代起的,聽說那時候有一條村叫公民村 他們是沒有水沒有廁所,每一個有四區 每一區就分配到一個廁所 爬高了,看到裡面的間隔應該是很多格的蹦翅來的 每一格就遮到半腰了 來到獅子亭,就見到一個砲台了 連同剛才那個,這個是第二個砲台 翻查資料,這些砲台是1909年起的 在1911年就開始裝置大砲了 第二年就完工了 他們在看上面的時候,我就走進來看看 在這裏走了一個圈 中間就掌滿了草 原先就是放大砲的地方 那支砲管可以在這裏左右轉換方向 根據資料,這裏的砲全部都是9.2英寸直徑的海網防衛砲 那些資料就說,那些砲彈是從地底運送過來的 那我走出來之後,就跟他們走上這個砲台的頂部 那這裏有一棵石牆的 那這棵牆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是用來限制那支砲管的左右移動角度 免得它就不射到自己人 那這裏的營房亦都很隱蔽的 那有一半就坐在地上 沿完車路再走上去,就來到這個很開揚的地方 那望島,南蛙島 那這裏應該是東博寮海峽 那我們的軍事迷呢 今天呢,也有個目的就是來找這些圈圈的 那這些就是當時運送重型機械的借力位來的 那再走一段路呢,就來到第三個砲台了 那在這裏呢,就繞過蘭河呢 才可以走進去的 那這個砲台呢,位置比較高些 那也不見它建的那部牆 那可能它的彈射出來都比較遠程少少 那終於呢,都來到魔星嶺千年女社了 那我們呢,就會在女社旁邊的這條斜路呢 走上去的 那這條這麼斜的斜路呢 當時呢,是用來運送一些 重型的軍事物資呀,大炮那樣的 那聽說,除了人力之外呢 還有動物幫手的 那這裏都有很多這些圈圈是借力的 那這裏的斜道呢,大約有45度以上的 那走上來就看得很清楚了 那上來呢,又見到另外一個砲台了 那這個是第四個了 那這一個呢,就有石牆的 那這個好像叫做1號砲台 那這條柱呢,就剛剛到肩膀位 相信是可以裝槍砲的 那上來這裡呢,就見到一塊草地 那這塊草地呢,是當時呢 要來訓練,和閱兵用的 那今天呢,就很多人在這裡露營了 那不知道原來這個是露營聖地來的 那在這堆芒草旁邊呢,是有條路呢,走進去這些營房裏面的 那好奇地呢,就走進去這些房,看看有些什麼先 那在這條冷床的盡頭呢,竟然是另外一條冷床 它只是繞住一間房呢,繞了一個圈就出回去 那看看資料呢,這間房原來是用來放物資的 那這條通道呢,就是用來防止山上面的水氣呢 滲入這些物資的道,令到他們受潮的 那繼續向前走呢,左邊這一排營房呢 那裏面呢,就有一些人呢,在那裡取景拍照啦 那這個地方呢,就很大的 聽說呢,可以給數百人呢,同時間駐守的 那在1941年呢,日本呢,其實就開始發動太平洋戰爭 那當時呢,十二月呢,香港呢,就發動了香港保衛戰 那日軍呢,就在東北岸登陸的 那差不多十二月的十六號呢,就來到山頂這裡呢 就開始轟炸這個指揮部 那在幾天之內呢,已經被日軍的空戰呢,就攻陷了 那在十二月二十五號呢,英軍呢,就將殘餘下來的設施呢,就炸位 放棄這個要塞 那這個範圍呢,就是總指揮部啦 那呢,當年呢,其實有個炸彈呢,就扔了下來這裡 但是是沒有炸到的,那這個炸彈呢,就扔了在一個位置 那我們跟著阿Sir呢,就可以找這個位置了 那這個洞的位置呢,就是當年那個炸彈的位置 那呢,後期的人呢,就鑿了這個洞呢,移走了那個炸彈 那聽說呢,最盡頭的那個呢,就是總指揮的房間啦 那走出來呢,轉到去崖邊的一條冷航啦 那這裡有個很重要的設施,就是浴室啦 那這個浴缸呢,可以同時容納幾個人的 那旁邊這個不用說,就是廁所啦 那在廁所出來的兩邊呢,都有些營火的 那這些保護場呢,其實有了一層迷彩色在上面的 那因為年代久遠,現在只可以看到些少的 那現在我們走回廁所的右手邊,直走出去 那旁邊都有很多很多營房的 那有個傳聞呢,就說呢 當年日本投降的時候呢 這裡的日軍呢,是集體自殺的 那所以這裡呢,有很多靈異傳聞的 但是這麼大一個位置,荒廢在這裡 是不是有點浪費呢? 那走過無數的營房之後呢 我們就走回到另一個出口 出回大草地那裡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有些裝置呢 是用來固定一些對空的壁擊炮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走回一條 當時的樓梯呢 就走到一個儲水崗那裡 那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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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左右呢 那根據有些資料說呢 這個水崗呢 原先都是一個泡台來的 那後期才整備成一把水崗的 那算上這個呢 我們一把 Grand社會也會看上五個泡台了 一路走下去, 見到露天的地方, 其實是露天主食的地方 這條斜路下去, 就是青年女社, 我們剛剛在山頭走一個圈 離開的時候, 選擇走樓梯, 走到力多尼道 走到下面,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完結了, 下次再見, 拜拜